因应中央推动长照2.0政策 人事处提案定定南投县长期照顾服务管理所组织规程 并于县务会议中提出讨论 但由于中央为明确规范长照所组织相关设置规定 加上政策需要由专业人才负责执行 副县长陈振生指示县府相关局处与中央商讨组织设置规范 并于下次县务会议中提请讨论 因应中央推动长期照顾2.0政策 建构完善的长期照护体系 人事处在县务会议中提案定定南投县长期照顾服务管理所组织规程 但政策推动涉及卫生局以及社会及劳动处组织编制 副县长陈振生希望相关单位研讨之后 于下次县务会议中再提出讨论 长造所的一个编制 南投县是走得比较快 因为我们在长造2.0部分执行这四年来的经验 累积相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们提早来引用 甚至于来做编制表的拟定 那因为今天提案出来了 先就与卫生局疾病防治所的相关的编制有四位同仁 可能因为直系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长造所里面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再希望下一次的会议再正式透过协商 由受证跟卫生来做相关人脸的配置 甚至于把人脸是不是能移搏 这个可能也是下一次会议我们希望见到的 因为未来最主要还是要能执行 甚至于在领导统一方面也能一条边 所以才做这种建议 希望下次由县长来做最后的采释 由于长造服务管理所设置 分属于设证以及卫生等单位 目前中央政府还在筹划阶段 副县长希望中央释出相关组织规范 让地方可以有所依循 卫生福利部对我们长造的业务 也分属于在卫生跟医症 还有受证 那在执着方面 可能目前也不是协调的非常顺利 当然我们希望中央要一条边 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 甚至于提供给郭县市来议计 作为编制表修订的基础 这样子才全国一致的能 这样子稳定的来推动 长造2.0提出之后 县府率先提出南投县长期照顾服务管理所组织规程 希望提供县民更完善的长期照顾服务 社会及劳动处处长林俊武也说 长期照顾管理所人员如由慢性病防治所人员一波 除了职务名称不恰当之外 未来运作也将会面临困难 希望能够审慎考虑以及规划 再确定组织相关设置规定 让民众可以接受更完善的长期照顾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